你这个混账东西,说的是什么胡话,你不准吃饭了,赶紧给我滚去医院。 小倩啊,现在都中午一点多了,你怎么还没有做饭呢?饿得我们一大家子前胸贴后背了。 妈,我有点急事,今天中午不做饭可以吗? 为什么呢?你要是不做饭,我们这一大家子吃啥呀?你小叔子还等着上班呢?要是迟到了扣工资你负责吗? 我哥刚刚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家一趟,看他很着急的样子,我得回娘家看看他有什么事情。 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,就不能吃完饭再回去吗? 那好吧,你和小弟他们想吃点什么,我现在马上去菜市场买。 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,你自己看着办吧,关键是要搞快点,我们都饿得不行了。 再说了,买菜这种小事情你不用经过我的同意,家里都是你在做饭,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? 那好吧,我现在去菜市场随便买点,今天就将就着吃吧。 于是小倩连忙去菜市场买菜,很快一桌饭菜就做好了。 爸妈,小弟,你们赶紧吃饭吧,我有事情着急回一趟娘家,就不吃饭了,你们吃完饭把碗筷放在厨房就可以了,我晚上回来再洗。 小倩,看你这么着急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你就不能告诉我们吗? 既然饭都已经做好了,吃完再回去也不迟啊,也不差这点吃饭的时间吧。 嫂子,你就听我妈的话,把饭吃完再回家吧,反正都已经做好了,你都忙活大半天了,我看你也饿了吧。 没事小弟,我不饿,你们赶紧吃吧,来不及和你们解释了,我先走了。 妈,小弟,你们就别管他了,既然他不饿,就随他去吧,我已经饿得不行了,我们先吃饭吧。 儿子,你媳妇到底是怎么回事,也不等吃完饭就走得这么匆忙。 妈,医生说我岳父检查出来肺癌晚期,现在正在医院治疗,你说他能不着急吗? 他不想让你们担心,所以就瞒着不告诉你们。 什么,你岳父生病这么严重,小倩这个傻孩子怎么都不告诉我呀,他要是早点告诉我,中午就不让他做饭了,我们可以去外面吃啊。 哥,既然你岳父生病这么严重,你怎么不陪嫂子一起去医院照顾你岳父啊? 你居然还能吃得下,我还真是佩服你。 没事的,你们不用担心,医院有他哥和他妹妹看着呢,我去了也是多余的。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,你为什么就不能陪小倩一起去医院呢? 他爸生病关我什么事,我为什么要去医院呢? 他哥和他妹妹谁都不想照顾他,都找各种借口互相推托,不就是担心让他们赴医药费,住院费吗? 他们都不愿意出钱,我要是现在去医院,到最后拿钱出来的肯定又是我,我才不去呢,前几次他妈生病都是我拿钱出来的,这次说什么我也不会去的,我才不去当院大头,我们还是赶紧吃饭吧,等灰菜都凉了,别管他们家的破事了。 豆包刚说完,父亲就负义的你巴掌还在桌子上。 你这个不孝子说的是什么胡话?你给我不准吃饭了,医院里面躺着的可是你岳父啊,你要是再敢说这么不负责任的混账话,我就当做没有你这个儿子。 爸,你生什么气啊?你们都误会我的意思了,我是担心再这样下去会把他哥和他妹妹惯坏的,我帮助他们家的还少吗? 要是再这样下去,以后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,那我还能吃得消吗?我又不是他亲生儿子,凭什么遇到困难都来找我啊? 儿子,我支持你爸的做法,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你的岳父,他哥哥和妹妹想怎么做,那是他们的事,我们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。 我是不想让你做后悔的事情,要是等到你岳父走了,你才想去尽孝,那时候恐怕已经晚了。 你自己想想,你岳父岳母对你怎么样,做人可不能忘恩负义。 你爸说的对,我这里有五万块钱,你赶紧给你岳父送过去。 妈,我怎么可能拿你的钱呢?这些都是你和我爸辛辛苦苦攒下来的。 再说了,就算你把钱借给他们,他们以后也没有办法还给你啊。 我也没有说要他们还给我,现在是你岳父治病要紧,你赶紧把钱送过去吧,你作为他的女婿,就要拿出做女婿的样子来。 现在你岳父病得那么严重,你老婆也正是需要人关心的时候, 你作为她的老公,就应该多关心关心她。 就算我不管,也不代表我不孝顺啊,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出钱啊,我只不过是她的女婿而已。 你说凭什么啊,难道非要我一巴掌打醒你吗? 就凭小倩当初嫁给你这个混小子,什么也不图,她既不堵你房,也不堵你车。 当初她爸妈看我们家庭条件困难,连彩礼都没有要,就把小倩嫁到了咱们家。 而别人家的彩礼都是要二十几万才能娶媳妇。 难道这些你都忘记了吗? 你媳妇为了咱们这个家,每天认劳认怨,把家里打理得兢兢有条。 而且她非常孝顺我和你妈,每天对我们嘘寒问暖,还时不时给我们老两口买一些衣服和营养品。 说得对,小倩也是她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。 她需要花钱的时候在娘家长大,能挣钱了却在咱家。 被人伺候的时候在娘家,伺候人的时候又是在我们家,将心比心。 就凭这些,小倩为咱家付出了这么多,难道你不应该去孝顺她的父母吗? 现在她爸肺癌晚期,恐怕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,你就不能在她有生之年好好尽孝吗? 哥,爸妈说得对,百善孝为先,你赶紧拿着钱去医院照顾你岳父吧。 嫂子这些年对这个家的付出,每天任劳任怨,照顾我们的吃喝拉撒。 我这个弟弟都是看在眼里的,现在她父亲病重,你应该多关心关心嫂子,帮助他们家渡过难关,而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。 嫂子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,他们把我们养大也不容易,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,不要让自己悔恨终身啊。 我卡里也有五千块钱,你一起拿去医院给你岳父吧,虽然不多,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 小弟,谢谢你,爸妈,我知道错了。 赶快去医院吧,告诉你岳父好好养病,不要想太多,过两天我和你爸就去医院看望他,也告诉小倩好好照顾他爸爸不要太难过,家里的事情不用担心,一切有我在。 妈,我知道了,你们赶紧吃饭吧,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。 大家支持父母和小叔子的做法,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